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協會是創立在1960年 大家已經四十多年了 也就是說除了生畜以外 其他的動物包括天上飛的鳥、水裡油 還有一些野生動物 也都是我們保護的範圍 從民國77年以後 把流浪動物帶進來了 接著下來一連串的活動 就是集中在做流浪動物的保護工作 這邊就是我們的保育場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庭院區 裡面可以看到志工在跟狗狗們玩耍 庭院區的狗是很親人的 他們除了很熱情之外 不會對你造成生命中的任何危險這樣子 對 這些帽的話也是協會 就是慢慢有人一一這樣子送過來 那我們目前的貓比較少 沒有狗那麼多 貓大概有16隻左右 人家說貓咪比較不欠 我們一些會的貓咪就是很莫名的黏人 每一隻貓都很健康 然後就飛飛胖胖的 我想一般我們碰到最大的困難是 我們覺得國人對於動物保護的觀念 還不是很弱勢 雖然我們在立法方面已經慢慢比過去完備多了 可是一般人對於動物之間的相處 怎麼樣學習尊重生命 還有跟動物之間如何互動 我覺得從小這方面的教育比較少一點 所以真正在落實上面雖然有好的法力 和在執行上面常會碰到一些困難 那因為我本身自己有養公 可是我又很喜歡他 那我又不用幫他帶回去 那他們這邊照顧 其實我覺得也還不錯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方式其實還滿好的 對啊 人跟動物之間基本上說起來就是一種尊重生命 尤其現在整個社會越來越快速滑爛的時候 人跟動物之間的關係 有時候會比人跟人之間的關係更加的友善 更加的忠實 我希望他們是一個動物的終繼站 台灣的這種動物族很多 兩又不齊 所以我希望他們能夠變成一個model 可以變成是一個很好的楷模 讓他們其他人的學習 只是我們做得好沒有用 我希望說整個在台灣的所有動物收容所 都能夠做到是一個動物的天堂 而不是讓人家去看了以後覺得說 好心酸 慘不忍睹 人不是萬物是你 能學習的是如何平等對待尊重生命 我想這是生命課程的第一步 如果你還沒有學會這一步的話 不妨來加入五七黑 你就會知道你怎麼樣開始對待尊重生命